两位皇子在御花园玩耍 谁知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皇后见自己的儿子受欺负 立马上前维护 她不仅嘲笑皇子蠢笨至极 还当众刁难 让她下水把太子的皇冠找回来 要知道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下 手一碰到河水就会被冻僵 更别说在里边游泳 可如果不找到皇冠 皇后定不会善罢甘休 正当皇子为难之际 一旁的淑妃为了不让儿子受惩罚 直接跳进零下三十度的河里寻找 喜料皇后不但没有感激 反而让他们在门外跪了一夜 淑妃本就体弱多病 这下直接香消玉损 丢下皇子一人在皇宫里苟活 受尽所有人的欺辱 仲豪拿着母亲的遗物 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人上人 让欺负他的人后悔 几年后皇上驾崩 太子伯剑继位成为魏宣王 仲豪则被封为永家侯 并赏赐独立的府邸 虽然这里没有皇宫的奢华 但却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仲豪隐忍了多年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心中十分激动 可这远远不能平息他的不甘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可自己 仲豪在早朝上冒死近年 当场弹劾御前太监总管王敬忠 收受贿赂等十大罪赚 众人闻言震惊不已 因为他是皇上的义父 质疑他等于适合皇上作对 所以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皇上见识官义父 就让仲豪拿出证据 要知道王敬忠就是只老狐狸 怎会轻易让人抓到把柄 仲豪急于立功 便建议皇上下旨查抄王敬忠的府邸 到时候肯定会露出狐狸尾巴 皇上不可能为了莫须有的罪名 去开罪于王敬忠 他生气地让仲豪去找证据 否则一切免谈 仲豪不想就这么放弃 还想继续劝说皇上 起料被旁边的宰相拦住 最后无奈地闭上嘴巴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王敬忠的耳中 得知仲豪要置他于死地 顿时惊恐不已 但他可是服侍过两位皇上的重臣 岂会害怕一位不得宠的王爷 既然别人不让他好过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王敬忠知道太后不喜欢仲豪 于是就到他跟前搬弄是非 说仲豪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弹劾他 背后肯定有强大的后盾 太后心中顿时一惊 如果真的让仲豪得了死 自己必定不会好过 王敬忠见机会来了 趁机向太后提议 赏赐仲豪一块封地让他离开京城 太后觉得言之有礼 可皇上十分看重兄弟情 这件事必须好好琢磨 谁知他们还没商量好 如何把仲豪调去封地 对方却先找到王敬忠的罪状 这天仲豪的侍卫凌峰 无意间救下两位姑娘 得知他们是静静撞到王敬忠贪赃亡 当即就把两人带到仲豪面前 仲豪没有像上次那么冲动 而是先去找宰相商量 因为王敬忠一直在皇上身边服侍 光靠一面之词肯定不行 如果想彻底扳倒他 就得想办法让皇上出宫 让姑娘当面揭发 仲豪觉得此方法可行 于是在下早朝后单独面见皇上 由于宫中到处都是王敬忠的眼线 很快他就得知了此事 他怕仲豪把自己贪赃亡法的证据给皇上 就以飞快的速度闯进御书房 质问对方跟皇上都说些什么 这个王敬忠真的是太放死了 根本不把仲豪放在眼中 就连皇上也不再惯着他 当场出言教训 王敬忠装出一脸委屈模样 称自己对皇上是赤胆忠心 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 皇上见王敬忠污蔑仲豪 顿时龙颜大怒 生气地告诉他 两人是在商量王太后老家祖坟的事 王敬忠闻言这才放下心来 为了在皇上面前挽回给新人 他还主动给仲豪道歉 真的是变怜比翻书还快 仲豪这次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可要想彻底扳倒王敬忠 仅靠这点伎俩是不够的 必须马上让皇上出宫 将证据呈给他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没想到让皇上出宫的办法 扳倒王敬忠的证据 却因为沾水什么都没有了 仲豪看后瞬间失望不已 相反王敬忠得知此事之后 则是一副小人得知模样 然而他知道仲豪不会放过自己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当即决定先下手为强 次日早朝上 王敬忠装出一副委屈模样 当场弹劾仲豪污蔑朝廷重臣 皇上见两人相互看不顺眼 干脆把他们分开 因为王敬忠是太监总管 无时无刻都在宫中 所以只能让仲豪以后 没有事情不能进宫 对于皇上的决定 仲豪不敢反驳 只能在心中生闷气 由于无处发泄 仲豪便和凌峰去小酒馆喝酒 起料正好碰到王敬忠的手下 在街上强强百姓的东西 这让他更加气烦 当即让凌峰去教训 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不但没有反省 还把太后搬出来压人 仲豪的一句话 对得公公哑口无言 并且还以太后的名义教训他 即使这件事传到王敬忠的耳中 他也不能说自己的坏话 可让仲豪万万没想到的是 太后在得知此事之后 完全不领他的情 反而十分震怒 觉得仲豪敢当众处罚他的人 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当即下旨惩罚 让仲豪在家闭门思过 并且罚风一年 太后真的是狗咬吕动兵 明明对方是在维护他的声誉 到头来反倒受罚 仲豪心中本就对太后有怨恨 现在更加恨之入骨 发誓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这天白嫡使者来访 和皇上商量通商互事 因为关乎边关的安危 皇上便召集大臣们前来商议 宰相觉得通商可以让百姓安居乐业 到时候边关就可以和平 两国的关系会更进一步 大臣们听后纷纷表示赞同 谁知皇上却认为这样不同 通商不但会增加不必要的开销 还会让白嫡人有机可乘 壮大自己的势力 并且这样做还违背祖训 大臣们听后顿感失望 没想到皇上蜀目寸光 只会安于现状 根本不顾边关百姓的生活 可他们心中即使在不满 也只能默默接受 谁让人家是高高在上的皇上 但仲豪却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他当场就出言反驳皇上 并且以废除王爷身份作为威胁 其料皇上逐一决 容不得半点商量 仲豪见状也不再相全 只能和大臣们气愤地离开 白嫡使者见无功而返 心中对皇上更加嫉恨 为了能生存下去 可汗决定亲自带兵用武力解决 皇上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怒 当即要和白嫡一较高下 宰相一想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便冒死向皇上敬言 让他同意两国通伤 皇上觉得白嫡是在藐视他 根本听不进去大臣的劝解 仲豪见状便私下找到皇上 请求他让自己去驻守边关 皇上知道仲豪的心思 他怕对方到边关后会私自通伤 便当场拒绝 并把他封到别的地方 皇上为了能鼓舞士气 还决定亲自出征杀杀白嫡人的锐气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狂妄和不信任 最后差点没有保住性命 还被敌军当成俘虏囚囚禁起来 很快战败的事就传到了京城 仲豪连夜召集宰相商议 因为此次白嫡来是凶险 现在皇上还在他们手中 为了保护都城 大臣们纷纷提议废除皇上 推举仲豪为新皇 带领城中士兵奋勇反击 仲豪虽然一直想成为皇上 让瞧不起他的人好看 但他却不能趁人之危 大臣们十分欣赏仲豪的大义领人 可国不可一日无君 他们便去请求太后 让他出面下指封仲豪为皇上 太后没想到嫌弃不已的皇子 竟会在十年后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出色 现在大敌当前 太后心中即使万分不舍 还是忍痛下令 这日起废除宣王搏剑魏王之位 姚尊伟太伤亡 改立永家侯仲豪为君 是为为弥王 仲豪终于凭自己的努力当上皇上 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瞬间惊呆 太后一想到仲豪的母亲 是自己渐渐害死的 心中顿时害怕不已 他本以为仲豪会借机找麻烦 谁知对方尽不计前嫌 不但没有加害他 还命人更加细心照顾 这让太后十分感动 仲豪成为皇上之后 首要任务是如何用不足一万的兵力 击退白敌的五万大军 宰相认为只守不战 很快就会让敌军知道他们呈防空虚 到时候就会十分被动 仲豪觉得言之有礼 便让凌峰率领五千金兵向白敌前哨进攻 小胜击退 扰乱白敌 拖延时间 经过仲豪的指挥 白敌军队很快就乱了阵脚 他们为了能战胜对方 竟用太上皇做人质 宰相看后瞬间惊讶不已 面对敌军的威胁 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沦为阶下囚的太上皇 心中本就十分自责 现在还被当成人质 立马感觉自己特别失败 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作为坠 宰相收到命令后 忍痛命令士兵朝白敌射减 白敌克汗没想到对方如此心狠 当即下令攻城 起料他们的援军竟在此时赶到 最后只能撤兵另做打算 因为魏国现在兵力充足 白敌想要攻打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克汗派使者前去讲破 仲豪在听到他们开出的条件 瞬间勃然大怒 坚决不同意这些无理的要求 使者不相信仲豪是无情之人 再次用太上皇的性命威胁 起料对方根本不在意 觉得一个战败的君王本应该以身殉务 使臣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白敌克汗知道 再这样耗下去得不到一点好处 但让他无功而返更不可能 最终他想以一百万两让仲豪换回太上皇 谁知对方还是不答应 不过此事却传到太上皇妃那里 为了让自己的夫君安全回来 就立马去找仲豪 他知道对方是害怕太上皇回来后 自己的皇位不保 于是向他保证 只要把太上皇接回来 他们就出城为民 仲豪自知皇位得来不易 便以国库空虚为由 直接拒绝了太上皇妃的请求 在仲豪这里碰了笔 太上皇妃决定自己筹钱 他将自己的嫁妆和首饰全部拿出 嫔妃们见状也伸出援助之手 仲豪得知太上皇妃筹钱之事 心中顾念对其的感情 同意出钱赎回太上皇 可就在他们满心欢喜地 等待太上皇归来时 白嫡可汗竟坐地起驾 这让太上皇妃伤心不已 伯剑听闻此事后 觉得敌军不把他当回事 决定集结大军让他们好看 白嫡知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 当即决定撤军养金蓄锐 至于太上皇自然也是要带走 说不定以后还有大用处 这场战争以白嫡的退兵得以结束 仲豪从此也坐稳了皇位